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我又提着这个袋子 我们现在是去产检 又到了产检的日子了 现在是每两周一次 然后,你看今天我们是走路吧 都怪小帮,太冲动了 现在车都还没有修好 就走路过去 让他感受一下走路的乐趣 我已经在走路的过程中 已经把号挂上了 然后直接去找医生就可以了 今天是要把上次那个肝功能的 那个没做的要把它做了 特意没吃东西嘛 医生让我不要吃东西 你也想看看你帅不帅吗 美颜了,就变得好帅了 然后其他的应该还要坐胎间吧 其他应该没什么 就去医院了,走 没吃早餐饿晕了 小邦也跟着我没吃早餐 然后现在来吃包子 做完检查 第一件事情赶紧吃包子 你看这狼蹬不厌的 吃了我也不管了 我刚刚又从医院出来 因为昨天下午有事情 就没来得及去拿这个结果 就是抽血的结果 一个血肠规一个肝功能 因为我在手机上也看到了结果 就是有几个不达标的 然后我刚刚 然后特意去拿给医生看了 医生说都在边上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还好 等一下回去再认真看一下 现在去店里楼 现在我已经回家了 这是我今天 这是我今天来到的结果 是昨天的结果 就是总共是做了一个胎肩 然后做了一个血肠规 这个是 还有一个肝功能 这个胎肩医生说还不错 就是都一直都是挺平稳的 太动也还可以 我们做胎肩只有意义 我看抖音上面好像有很多人做胎肩 有两条绳子绑着两个仪器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 我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然后我这个血肠规 就之前最近天气变化 一直有点怪怪的 然后我有点感冒没好 所以血肠规有点严正 这个也但是有几个 有两个超标一点点 有一个低于那个 低于范围值一点点 三个三个超标 一个低 一个低的 还好 就说医生说没什么关系 然后那个肝功能也是 肝功能有两个 有两个低了一点点 白蛋白和那个白球比 医生说没关系 就是说挨着他的范围 就是只是低于他最低的范围 一点点 所以说没有关系 我就放心了 因为我 头天抽了血嘛 他说下午才出结果 然后下午有事情就没去成 然后我在手机上看到了 有超标的 也有低于的 然后我就 我就说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要赶紧去看看 然后那天又赶不及了 然后第二天才去看 就是今天才去看嘛 看了之后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然后现在的话 我之前就 因为我现在是34周多 差不多35周了嘛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 昨天那个医生告诉我 他说两周后再去检查嘛 36周的时候 也是要做胎监 然后还要做一个 什么B组的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 我又忘记名字了 那个女生应该都知道 还有 然后他就说 从36周以后 就开始一周一次检查了 其实我觉得非常快了 因为感觉很快就要生了 下个月就生了 因为预产期 也不是那么的准嘛 有些会提前 也就会退后 所以说看宝宝 想什么时候出来了 是吧 这是我至今为止 至今为止 所有的所有的检查 一叠指了已经 也花了好大几千了 不过还好 就是说一一切都是 相当于是一路是绿灯 除了那一次做那个 唐筛 第一次十几周的时候 做唐筛 那个出现了一个 凝界风险 后面做了无创嘛 后面做了那个无创之后 就没有问题 所以说其实一路下来都是 应该说一路绿灯 还挺顺利的 我觉得宝宝还是挺健康的 没什么问题 昨天医生也是说 觉得我这个还不错 那接下来又是过两周去检查 然后之后就 因为37周就足月了嘛 37周之后就等待着他随时 随时降临 就等待着你